高丙店外大排长荣 人人手上好几盒 中秋节快到了 送礼方式也受到疫情影响 疫情下许多人送礼 就改为用快递宅配 而今年因为香蕉过剩 有业者就推出这个香蕉酥礼盒 生产过剩的香蕉都取当堆肥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就突然想到说 我们可以利用香蕉过剩 来生产一个商品 然后线上销售的方式 这样来做推广 希望大家就多支持娇农 等午节过后 香蕉价格大崩盘 每公斤十元跌到剩两元 业者想帮助娇农 创意加入香蕉元素 研发了这款香蕉酥 另外特色月饼 也包括彰化这个店家 使用在地香菜 开发出的香菜月饼 吃起来还有淡淡的香菜香气 香菜那个月饼 我想说天哪 我有点害怕 可是生起来就觉得 很可以接受 而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2019年企业送礼比例达到 66.6% 不送礼的有33.4% 另外今年有58.8%的企业 会送礼比去年少了 7.8% 而平均每份礼物的预算 在今年是1079元 比起去年1138元 减少了5.2% 虽然企业送礼减少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今年中秋礼盒市场 却比去年小幅增加了一成 记者综合报道